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起来这位嘉宾 而了不起 老夫 老妻 我们家大富豪 真是好大 你这眼睛那么大 你都看不清楚东西呢 你能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在做菜 南通的 红烧狮子头 味道好不好 我也知道 我就是高琴伴奏 你就是长笛演奏 行吗 太好了 啥就过去了 不该自己表扬自己的 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 别忘了 回家吃饭 回家 要回家吃饭 小孩时节吃点啥 暖胃锅子少不了 用椰子做的火锅 口感奇特 却能火遍大江南北 秘诀何在 我们的椰子鸡火锅 正好是运用了椰子的 天然果糖和鸡肉里面的脂肪 融合到一起 三种香料一锅出 在家做出浓郁的云南味道 大厨有何诀窍 你有能让它快速地熟 又能咱们吃起来 更加有那个肉感 不会这么残 所以家里 回家吃饭 敬请期待 小韩节气之后 就是常见的三酒 这就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 您肯定要问了 在小韩这么冷的时候 要吃点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吃一顿 热气腾腾的火锅了 所以今天回家吃饭 咱们吃锅子 来了 今天我太高兴了 知道什么来了吗 小韩来了 一到小韩这一天 为什么特别高兴 因为就可以在家里 通通乖乖的 吃一点好吃的 可以尽情地补一补了 说到小韩 我觉得大伙都会选择 吃一种东西 它就是吃锅子 对不对 我想问问二位 咱们今天是做这个 四川那种麻辣锅子 还是做咱们这个 北京的这种涮火锅 您说这两种我们都不会 不会 你也不做 不做 这我们熟悉的 你们都不做 那今儿给我们做什么呀 我只会做一种锅子 那这么着吧 那看看只会做一种锅子 这位大哥他究竟是谁 大家好 我是袁小鹏 我是一只研究 一种锅子的饮食人 同学请大厨做个字 我是大家老朋友 来自上海的头尾 你个上海人 你为什么带这么一个 不知道了吧 装饰就来了 这两天去过云南了 哦 哦 你去过云南就去过云南 干嘛我这么一种眼神 这种眼神必须要抛给你 我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眼神就告诉我 从云南带回美食来了 对不对 肯定的 今天也符合咱的主题 也是一个锅 但是还不是说我们认识那两种锅子 绝对不是 你看今天二位啊 跟我平时想象的都不一样 来吧 那小鹏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今天你说的只会做一种锅子 那这一种锅子究竟是什么锅子 那我要上道具 还有这道具 这一大锅 来 小锅椰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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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火 这我知道啊 这个是芒果 不对 开玩笑 这是椰子 您看到这里头 一共有六种椰子 这种是 小宝贝 这个叫椰黄 小宝贝 我以为叫我的 不是 不是叫我 是叫她的 这个还挺少见的 我们常见的 大概是这样的 这是常见的 你拿出来 这个是海南的椰子 有点大 这个我以为 泰国的椰子 这个叫宝石型椰子 削得像宝石一样 这个我知道 老椰子 它这个壳 经常我们拿来做 这个盘手串用 对对对 还可以做工艺品 你看我这里还有 发气 这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 老椰子的椰壳做的 特别天然的厨具 那既然有这么多种椰子 椰子肿瘤这么丰富 那么今天我们要拿椰子 做什么菜呢小宝贝 我们要做的是椰子鸡锅 椰子鸡火锅是不是 对对对 一提这个椰子鸡火锅 大伙可能以为 就非常有地方特色 但是现在在这个全国各地 都非常普及这个火锅 没错 几乎到处都能吃到 我们童大厨 你说从云南来的 还不告诉我做什么火锅 我今天做的是油焖排骨锅 但是我带了三种 咱们云南特色的那个香料 咱们先吃这椰子鸡火锅 一会儿再吃这油焖排骨锅 好 来边坐边说 好嘞 来我们今天先用到哪种椰子 先用到海兰的跟泰国的 因为两种要调味道 够沉的 辛苦辛苦 这怎么开呢 我今天带了一个神器 我们正常在家里开呢 会用菜刀来去开椰子 非常危险 这个神器 这个叫开椰器 是这样吗 不是 老婆不是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 先敲这个小的椰子 是 来 好 平时在家轻轻地敲进去 真是神器 好嘞 好 这个就是椰肉了是不是 对 我们轻轻拿刀一挖 就可以把鲜筋肉挖出来 里面有很香的这种椰子的果香味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做椰子鸡火锅的话 这椰肉和里面的水都要的是吗 都要的 主要是水 然后用泰国的水呢 它比较香甜一点 海南的水呢 会有天然的咸跟鲜在里头 是两种水掺着用吗 一定是的 那看来 就是这两种水很关键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椰子里面的水 还有肉放入到锅中 这个季节的椰子肉会相对厚一点 我们把现在这种肉叫三层肉 你看它表面有一层淡淡的油脂 就是椰子 你要不先来一口 你可能很羡慕这个热带当地的人 因为老伙椰子可以吃 但是现在也没关系 我们物流啊 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啊 我们现在都能随时随地想吃椰子 第二天就到了 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美味的椰子了 我们体验准备好了椰子肉 如果平时家里没有神器的 我们就用菜刀来把椰子打开 然后在家的时候我们开就要小心一点了 这个要经过特别训练 好 我们拿到一窍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像这么一锅大概要用到几个椰子 我们基本上会用到两个泰国的 还有两个海南的 吃火锅一定要有小料 我们先熬一个蔬菜鲜汁来提鲜 这样吃起来的小料既鲜而又不咸 我先跟大家简单一下 在家里准备四种原料就可以了 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西芹 香芹 香菜 葱 还有两种特殊的调味品 一个是姜片 还有一个胡萝卜 冬季要补胡萝卜哟 加入水 热水就可以了 热水可以 那我们放入这个菜的比例有说法吗 每个要多少 先用一根 一根西芹 然后我们配上五根的香芹 一比五 然后配上一根香菜 三分之一根胡萝卜 五十克的姜跟五十克的葱 就可以了 熬料的时间会久一点 因为我们要让它的汁水慢慢收干 大概要熬多久 熬三到四个小时 三到四个小时 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开大火 熬的会短一点 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师哥我还需要两种神器 什么东西 还有神器 一个生抽 一个老抽 同时要放进里面吗 对 我们倒入一百毫升的生抽 五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毫升的老抽 进行调色 其实它另外一个主角就是鸡 我们还没有介绍 闪亮灯场 对 我们鸡已经在这等着我们了 这个鸡还挺大的 对 这是一百五十天的成绩 那么它是地道的海纳门昌鸡 我们现在就开始煮锅底 我有点想要质疑 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个方式 好像比较简单 感觉没有什么名堂吗 一定有名堂 知识点来了 好 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其实知道一种 特别神奇的食物叫巧克力 巧克力是百分之五十糖 百分之五十的油脂 也就是可可脂 世界上最自然的一种食物 唯一跟它类似的 就是我们的母乳 百分之五十的糖 百分之五十的脂肪 是 而我们的椰子鸡火锅 正好是运用了椰子的天然果糖 和鸡肉里面的脂肪 融合到一起 它会激发我们大脑皮 从一种快感 所以吃完我们都一句俗话 叫为时忘忧 吃完之后会让你心情愉悦 就是这个味道就像你说的 会想起那种妈妈的味道 一定是的 那我们说实话呢 这锅开了 我们现在把鸡下进去 好 慢一点 现在鸡放进去 就要搅动它吗 这里就有点知识点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我们可以问一下 佟大厨 如果现在咱们去把它 那个搅动的话 第一个会破坏 它那个肉质纤维 第二 血水中把它汤底都弄浑了 这慢慢煮 一点汤色不会变 文藏鸡很容易煮熟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煮好了 对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特别的 小知识点又来了 你带那么多知识点 就你这个人就老许着自己 很懂知识 显得我们一点知识都没有 可以到时候才知道 这种方式很讨厌 主要是为了大家回家 能把这个东西做得美味 对对对 做出来 因为它肉很容易熟 五分钟即可 所以我们煮到五分钟的时候 要立刻关火 焖锅 这个过程很重要 关火要焖锅 焖三分钟 好 那咱们现在可能五分钟差不多了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关火了 可以 我们这个蘸汁要煮三四个小时 今天时间有限 但是我们即使现在熬了这点时间 我们也可以闻闻它的味道 一种清香的味道 仿佛生在海南的沙滩之上 阳光 沙滩 海水 对 笔记 想多了 想多了 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准备好了提前讨好了 这个豉油汁 池哥帮我拿一个小碗 我要给大家调小料了 好 我们先来取池根的豉油汁 这就是我们特别主制出来的 对 好了 大家继续画知识点 你不是一个开店的老板吗 为什么你搞得像一个大学教授一样 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到完美 这是纸天椒 我们切碎 这个特殊的食材叫沙姜 我们这有完整的样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要用到沙姜 沙姜呢 第一个可以去湿气 第二它可以去又腥味 同时它姜味没有那么重 对 它不会腥辣 它是一种特殊的姜 温性的 好 我们放上少许的沙姜 但姜味很配这种温成 对 好了 重点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学名叫酸肝 不是小柠檬 不是小柠檬 我一直说这是小柠檬呢 你尝尝它的味道 酸肝 它的维生素含量 要比我们吃的橙子高三到六倍 对 所以它也替代了天然的醋 我们可以把它挤到里面 这个东西好棒 咱们一会尝一尝它 搭配鸡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好 来 我们说这个鸡大概有焖三分钟 现在三分钟差不多了 已经完美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吃 这个季节我们一定吃火锅 还要配点蒜菜 对 所以我精选了几款蒜菜 推荐这个季节 大家一起跟椰子鸡 共同包出甜蜜来 知识点又来了 忽然有点烦这个 来了 来 我们第一个选的就是 金丝板腻南瓜 直接放到锅中就行了 可以 我们再开全火 这个是一种特产 叫珍珠马蹄 像珍珠一样 这个主要是益气 女孩子吃了会比较舒服 这个是福顶的冰榔芋 叫做芋头 对 这种芋头是适合我们冬季吃的 可以补更多的 对 比较适合我们小韩吃 最后一个是脆肉碗鱼 它里头还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 就是比其他鱼多60%多的胶原蛋白 哦 这个大概有几分钟就可以了 直接看它飘起来就可以了 飘起来就可以了 那是一熟的食材 对 好了 飘起来了 嗯 我们着急走 一人十碗而十碗 可以开始吃了是吗 可以可以 用我专用的椰子口 少 好了 吃这椰子鸡要分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喝它的圆汤 我跟你说这个味道 特别适合让女孩品尝 顶过说好几句甜言蜜语 因为这个味道真的是很甜 第二锅我们来吃一下鸡的火肉 蘸一蘸这个脂酸调料 嗯 肉非常的 皮非常Q 哎呦真的 我怎么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们再尝尝这个配菜嘛 好不好 来 你知道吗 我清我独钟的是这个肉呢 还是脆的碗 这个碗鱼是煮不烂的 嗯 而且越煮越脆 脆的碗呢又非常有嚼劲 非常有增加齿感 嗯 非常棒 林天佳三重鲜换个好味道 太太乐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 第一步我们先选择好椰青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两个泰国椰子 拼配两个海南椰子 下面一步我们就要准备好火锅蘸料 西芹 香芹 香菜 葱姜片 还有一个胡萝卜 熬三到四个小时 我们选用的是指天椒 沙姜 小蒜干 调出的我们的蜜脂齿油 叶子开锅以后 就可以放入我们准备好的文昌鸡 煮五分钟 即可以关火焖三分钟 焖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 适合这个季节食用的食材 调小料的时候配比十分重要 您一定要记住我的知识点哟 这时候我就跟你说 又能让它快速地熟 又能咱们吃起来更加有肉感 不会这么柴 这个加力 童大厨的知识点 对 那我们小韩这天呢 除了吃我们叶子鸡火锅 另外一种更适合的火锅是什么呢 那就是童大厨介绍的这个 肉啊 排骨啊 但是这个油焖这个排骨 会不会感觉格外的腻呢 其实我从云南带的三种香料 市场都有 一会儿给你介绍一下 好 这个是在云南产的叫香柳 安神 洗脑的 另外一个叫金芥 这最后一个 这是香茅草 香茅 这些市场现在都很普遍 对 但是我用这三种香料 来做一个排骨 好 好 首先呢我们先开一个锅 嗯 煮土豆 土豆还有煮吗 要煮一下 然后我这焖起来 速度就很快 哦 为了配合让它成熟的速度 对 好 我们现在再煮着 然后配的那个素菜呢 丝瓜 番茄 哦 我先把丝瓜削下皮 丝瓜我都知道很容易就会氧化 一会儿我给你教你们也一个小窍门吧 知识点又来了 哈哈哈 你们俩都是一个学校编的啊 都带知识点来的 对 其实丝瓜啊 这为什么要氧化呢 大家可以用盐 杀一下 让它有点底味 但时间不是太长 说实话这土豆开锅了 对 煮过7成熟就可以了 哦 好 好 土豆捞出 把水倒完以后 开始把排骨直接 炸一下 等到油温升上来 好 炸完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调那个蜜汁的料了 来 好香好嫩 浩岳牛肉真棒 回家吃饭由浩岳集团特别支持 也能走快 哎 其实排骨啊 炸的时间也不能太熟 哦 如果炸太熟的话 一会儿它的那个味道 就把它本身的肉汁的香味 给它炸没了 哦 我们就炸到它了 7成熟 就可以了 嗯 闻到香味了 嗯 好 这个排骨这时候啊 稍微变点色就可以了 嗯 我们捞出来 好 来 点火 嗯 先把锅烧热 待会儿我们要炒料了 这是蒜 蒜 姜末 豆瓣酱 蚝油 哦 哦 还有这个炒果粉 哦 就是那种我们都知道那种炒果的香料 香料 对 磨成的粉 然后小米辣 香茅草 香菜 哦 然后比例呢是这样 10克的姜末 10克的蒜蓉 就要翻一点 就要20克 哦 要多一些 要多一些 黏稠感是用什么调料 嗯 牛奶 哦 加点底油 热光的油 嗯 油要大 嗯 然后换点姜末 10克的姜末 嗯 10克的蒜末 对 香茅草 差不多也就是5克 小米辣 5克左右 20克豆瓣酱 放进去 哦 火 开小一点 蚝油 这个味道的香味就比较重了 嗯 好 给我来点那个原味鲜 燕灰酱油 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那个5克的炒果粉也放进去 我已经放一勺我们的三鲜鸡精 好 酱油放个20克左右 嗯 这时候 关火 但是这个关火的时候啊 就来个20克的那个牛奶 用牛奶增加的粘稠效 还有滑嫩感 哦 这时候不能烧开 你要烧开的时候 牛奶的味道就全部挥发掉了 对对对 对吧 把酱料倒入盆里 好 把炸好的排骨 一半 哦 香料 哦 精健 这个味道就开始中和了 咱们开始焖锅了啊 嗯 好 锅一定要烧热 嗯 吃光了你看 刚才腌制的时候 颜色没变吧 哦是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加入少许的油 嗯 把刚刚留下来的这个10克姜末 还有真香啊 嗯 10克这个蒜蓉 再给它煸香一下 嗯 我们把排骨啊 就直接放进去了 好 这时候我就跟你说 又能让它快速的熟 又能 咱们吃起来更加有那个肉感 为什么馋 嗯 所以加啤酒 哦 就差不多一杯啤酒 成大厨的知识点 哈哈哈 对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要刚才蒸的土豆嘛 嗯 放到当中 不要去搅拌它 嗯 锅一开 盖开 盖开 好 焖个15分钟 嗯 然后我们再加入西红柿 和丝瓜 丝瓜 嗯 然后放完以后还要多久呢 放完以后就差不多焖5分钟 就整个过程到20分钟 20分钟就可以了 好 像这个丝瓜我觉得就很适合 对 去风寒的 哦 15分钟差不多到 好了 来 这时候就把丝瓜 嗯 也不用动是不是 不用动 汁直接会渗进去 哦 嗯 这时候把番茄 嗯 也可以放进去了 好 再蒸干 5分钟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开锅了 嗯 这时候丝瓜也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加点香葱 嗯 香菜 再加点那个香柳 刚才我说的香柳浓郁不够多 精进 最后 撒上一点白芝麻 哇 哇 一分钟 开大火 哎 其实这种方式还挺好 嗯 就是特别喜欢把很多食材 焖在一个一个锅里 对 吃的暖暖烘烘烘 好 来 咱们看看一分钟过了 我们看看里面怎么样了呢 哇 完整就真的好香啊 对 好 那我们马上开吃 开锅吃饭 好 吃美食 一定要配上好吃的米饭 所以今天呢 我特意为小鹏 准备了我们 福利门的金甜米 买面买面 认准福利门 中量福利门米面 回家吃饭 指定米面 嗯 来吧 那咱们接下来就 合理使用公块 是 为了家人的身体更加健康 帮我们先请小鹏 来 嗯 谢谢 哇 这丝瓜很滑耶 哎 我觉得这个酱汁好棒 嗯 排骨经过啤酒的这种烹调以后 嗯 很嫩 而且里头渗进了那个 刚才的香柳啊 金街的味道 嗯 很特别 不光是嘴里是充盈的香味 最主要我觉得冬天颜色都特别少 嗯 这一锅看上去 颜色就五彩平分 嗯 让我们这个冬季多了一抹彩色的感觉 你说的特别好啊 林天佳三重鲜换个好味道 太太乐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 土豆焯成七分熟 捞起备用 把排骨炸至七成熟 炒酱汁 姜末 蒜末 香茅炒 小米椒 豆瓣酱 蚝油 少许的鸡精 加入少许的原味鲜酱油和原味鲜 把火关了以后 放入少许的牛奶 把酱汁倒出来以后 跟排骨均匀地拌起来 加入香柳 筋芥 锅入底油 再把剩余的蒜末 姜末煸香 把排骨倒入锅底 加一杯啤酒 再加入七成熟的土豆 焖15分钟 丝瓜 番茄再加入进去 最后 放入小葱 香菜 筋芥 香柳 别忘了 还有芝麻哦 再焖一分钟即可 这道菜 加入一罐啤酒 可以起到真香提鲜的作用哦 我们家大富豪 声势好大 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 而了不起 就你这布 拿我不大回事 你这眼睛那么大 能不能看不清楚东西呢 你能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在做菜 咱冰子 红烧似头 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高琴伴奏 你就是长笛演奏 行吗 太好了 就过去了 一股香味 不再自己表扬自己 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 你真正体现你的大力 今儿就跟他调劲了 别忘了 回家吃饭 回去啊 不要回家吃饭 好 那这期节目呢 我今儿就挺好的 在这个小韩时节 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锅子 不管您是做这种椰子鸡 有点甜味的 让您这个生活更加甜蜜的锅子 还是做我们这种云南 加上我们这种辣椒豆瓣酱 这种辣的 咸咸的这种 让您刺激食欲的味道的锅子 都可以 让您的生活充满了锅子的味道 让您的气息更加浓重 让您家里有一个美好的味道 那好 回家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